各位记者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届中日微信的台赛 上盘节我们讲到小林光仪九段在北京半目献胜刘小光 取得五连胜 将总比分变成了6比5 日方第二次取得领先 悲观的情绪开始在中国奇迷中蔓延 此时中方将希望放在了副帅马晓春九段的身上 因为马晓春九段此时在国内奇坛已经有着娇人的战绩 势头迅猛已与聂卫平有并驾齐驱之时 如果马晓春不能阻挡小林光仪的连胜 那么中国队这次将变得非常危险 1985年8月2日 小林光仪携五连胜之威再次来到北京涉类 副帅马晓春九段提枪上马 杀将上来 一场恶战就此展开 马晓春在1983年曾直黑与小林光仪对异过一局 最终汉服 这一次他在赛前做了精心的准备 针对小林光仪直黑 此时喜欢错小木开局的这一特点 他进行了研究 下一首棋 白棋并没有去虎 而是厚实的粘住 接下来黑棋跳出 白棋也不是普通的拆三 而是非常积极的再次拆四 如果黑棋逼住 白棋跳起 这样这一代白棋的棋型非常的工整 而实战当中 小林光仪没有直接应对 下一首棋 选择了现在左下脚挂 这个时候 马晓春九段 也亮出了他赛前研究的一个布局套路 这个时候普通的想法 一般有两种方案 一来是在此尖 防止黑棋飞压 第二种方案 由于这一代是拆四 黑棋有打入的可能 也可以考虑在这一代扩张 同时压低下方黑棋 但是 马晓春九段认为 小林光仪喜好实地 而下方这一代 即使轮到黑棋走 左下即使被黑棋飞压 由于这个头的位置偏低 这一代 黑棋的发展潜力也不大 所以实战当中 他在上方拆二 抢了一手 这样 这颗白子变强 这个打入的威胁降低 下一首棋 黑棋也没有直接在左下动手 而是先在左上脚挂 白棋拆二 黑棋再从下方拆过来 这一手棋也是一箭双雕 一来威胁在此飞压 封锁 左下脚小木这颗子 二来 如果白棋坚出 那么黑棋在这一代补 左边一代 黑棋也形成了好性 这是小林光一拿手的地铁流 那么我们继续欣赏 下一首棋 马小春九段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看清左下这一代的价值 直接再次打入 因为他分析了此前几局棋谱 之前曹大元那一局的失利 使马小春意识到 如果平稳的铺地板 小林光一功力深厚 恐怕很难获胜 而上一局 刘小光激烈求战 反而在布局乃至中盘阶段一度领先 所以本局白棋直接打入 主动求战 黑棋接下来再次飞 眼见的好点 白棋爬 黑棋长 接下来白棋爬完之后 在下方二路飞 坐火脚步 黑棋也没有再硬 而是先在上方点了一手 这个是小林光一拿手的定型技巧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直接逃出 白棋跳 这样黑棋两颗子也没有安定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先点在此处 却使得白棋有了多种选择 如果白棋跟着硬 这个局部就被便宜了 因为下一手期 黑棋靠在此处的 借进好手 现在白棋如何应对 颇为为难 因为如果白棋强硬斑 黑棋护住 白棋再打的时候 黑棋可以做结 这个结黑棋较轻 而这一袋 这颗白子将更加的孤单 如果此时白棋选择立下 那么黑棋有了这两颗子的借用 可以再次飞攻 白棋靠 黑棋搬出 白棋长 黑棋一路压下去 接下来在一飞的时候 左下一袋 黑棋的后势 发挥了作用 这样白棋陷入苦战 而外围的黑棋将越来越厚 这个图 白棋同样不满 如果白棋现在粘住 那么黑棋可以再次先搬 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这个时候就可以震过来 因为现在你在肩 黑棋可以直接压过来 白棋长 黑棋再次一并 这样这一袋 黑棋的棋型刚好可以防住 白棋并没有什么冲击手段 如此也是白棋苦战 所以在实战当中 思考片刻之后 马小春决定反击 下一手棋 白棋率先发难 直接再次穿向影 黑棋冲出 白棋顺势搬 接下来 小林光一在这个地方 选择了弃子战术 下一手黑棋断 白棋挡下 黑棋二路搬 白棋挡住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在上方挡住 而黑棋则看清了 这两颗子 下一手再次打出 白棋长 黑棋在乎 这样一来 双方在这一袋 形成了转换 就局部而言 黑棋的所得 要更大一些 但是白棋得到了先手 下一手棋 白棋在下方二路爬 这也是极大的一手 不仅关系到实地 而且还关系到后跑 而小林光一 接下来的下法 却让马晓春 和观战士中的 众位国手 大吃一惊 此时 黑棋看起来 中央潜力广阔 但是黑棋没有去 中央行棋 而是突然 在左上角一路 搬了一手 这手机充分体现了 小林光一 对于实地的一个喜好 同时 也暗藏陷阱 白棋此时 是不能够挡的 否则 黑棋在此一挖 局部就出奇了 打吃 我就粘住 下一手 白棋粘 黑棋断打 白棋提 接下来 黑棋断吃 虽然这个局部 白棋立下 有大头鬼的手段 但是 黑棋就简明吃住 白棋打黑棋提 以下 白棋先手将 黑棋滚包成大头鬼 然后再回到脚部输气 探似黑棋阵亡 但是相信各位棋友 此时也看到了问题 脚部的白棋 气非常紧 下一手棋 黑棋在此一打的时候 白棋局部 已经出现问题 不粘 这个被提吃 白棋太重 但你粘住 黑棋扑是先手 接下来一打 你再叫吃我一提 这是黑棋的先手节 而且这个节 白棋找不到节菜 无论白棋走在哪 即使你靠 黑棋也会把这个拔光 这个局部的损失 过于惨重 你贴下去 黑棋还有在这一代 尝出腾挪的手段 所以这个局部 小林光一般知道 白棋不会打 那么这样一来 黑棋在这个地方的实地 就便宜了 但是观战士当中的 念伟平九段 提出不同意见 他认为这手棋的时机 有问题 此时 黑棋应该先在中央贴一手 试探白棋应手 如果白棋长出 黑棋再去搬 那么再变成之前的图 这个地方白棋滚包一圈之后 长的这颗子就成了鱼形 黑棋在这一代已经先手便宜 而如果白棋在这一代补齐 防住黑棋挖的手段 那么黑棋只需要在中央跳出 又限制上方白棋的势力 同时又扩张自己的中央 这样黑棋更为主动 实战当中 黑棋再次单搬 白棋后时的补助 黑棋打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再长 这一代黑棋实地上 确有收获 但是落了一个后手 下一手棋 白棋在中央拐头 双方消掌要点 黑棋搬 白棋再搬 接下来黑棋长 白棋从上方逼了过来 由于无忧脚被两侧逼住 以非无忧 这个时候黑棋要补齐 那么马晓春九段实战当中认为 白棋还是充分可下 黑棋现在如果简明跳出 那么白棋一跳 这一代白棋的效率极高 所以实战当中 小林光一选择了 再次靠的下方 白棋搬棋 黑棋单退 白棋下一手注重中复 再次顶头 而黑棋 接下来拐头 这也是要点 但是白棋下一手的长 在局后 被马晓春九段认为是问题手 这个时候 他局后的研究 白棋应该再三三靠一手 试探黑棋的硬手 黑棋现在如果再次顶住 那么白棋再退 这样及时以后黑棋断 白棋就打吃完之后 弃子 由于这一代白棋的搬 退是先手 这样局部 白棋留下便宜 这个地方弃子 损失也不大 而且将获得先手 那么如果 此时黑棋 强硬的断上去 阻止白棋再次顶了之后 搬的度过手段 那么白棋就打吃 黑棋再立 白棋挡住 接下来黑棋立下 是对三三靠最强硬的反击 但这样 白棋就吃住两颗子 边上一代 白棋也便宜 但实战当中 白棋在中央 随手一退 结果小林光一 马上断了上去 这个时候已经靠不到了 白棋无奈之后 弃子 这一代 黑棋的实地 收获巨大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飞 同样是销掌要点 扩张中复 限制黑棋左边 而黑棋接下来 直接打入 马小春 局后在自战解说当中评价到 这手棋 体现了小林光一 深厚的功力 此时 黑棋如果只是在这一代 来破空的话 白棋在此震住就可以 右边一带和中央一带 唯控形成建核 这个结果 白棋依然主动 但是黑棋打入进来 瞄准了布局阶段 白棋拆四的一个弱点 而马小春接下来又下出了疑问手 他这个时候选择了在中央补了一手 研究室当中的众位国手的研究结论 认为这个时候白棋应该在此肩 瞄着三线的拖过 黑棋如果跳下阻度 白棋可以在此肩 接下来黑棋再顶的时候 白棋此时在中央逃出 这样黑棋再跳 白棋再飞 双方在这个地方的攻防 白棋由于中央有一颗子接应 还是主动 或者局后复盘 如果这个时候黑棋单顶 白棋也是向中央逃出 黑棋跳 白棋飞 接下来黑棋再跳的时候 白棋可以尖在此处 既破坏黑棋的眼位 同时又瞄着这一带联络的手段 这个也是白棋充分可战 然而实战当中 马小春九段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走 是因为他实战当中以为 黑棋会在此单跳 这样白棋还是跳出 接下来黑棋再跳下阻度 白棋再次尖 黑棋逃出的时候 白棋又再次夹的局部手筋 黑棋立下阻度 白棋挖 黑棋打 白棋粘住 接下来黑棋吃 白棋可以再次打吃完之后 威胁右边边上的黑棋 黑棋拐 白棋退 黑棋再长 白棋挡住 黑棋做活 白棋厚实的抱持住这颗子 这样全局白棋变后 而黑棋两颗子飘起来 一旦黑棋要处理这两颗子 那么左边一带和下方一带 黑棋的潜力将全部破坏掉 这是白棋的理想图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林光音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直接跳出来 而是开始了俗手的表演 在当时 一般认为顶尖的职业高手 尤其是日本棋界的顶尖高手 往往不会下锁手 但小林光音却是个意外 一旦他发现局势有力 就会迅速抓住时机 利用锁手定型 不给对方任何反扑的机会 此时 黑棋没有直接逃出 而是先在上方刺了上去 一般觉得这个地方 中央的二肩跳 黑棋的刺 有帮白棋加强的嫌疑 但是黑棋就站上下 白棋挡住 黑棋就长 你沾后也不要紧 因为上方一旦 黑棋很厚 下一手 黑棋耳间跳 几招交换之后 这三颗白子 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攻防逆转 接下来 白棋逃出 黑棋再跳 白棋跳下 继续走上自身 黑棋贴完之后 又是解眉的一跳 这一代 小林光音下得非常的扎实 而且让白棋 没有丝毫可乘之计 下一手 白棋再次长 黑棋一飞 走完这手棋 上午的对局结束 有趣的是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双方都没怎么吃饭 小林光一般在立台赛当中 中午都不会去吃东西 而是专心的思考对局 而马小春此时意识到 形势不力 在中午也借机 开始思考对策 下午蓄意 马小春又思考了半个多小时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挡住 他当时纠结的主要有两个点 还有一个就是再次拐连回这颗子 但是他担心的是 黑棋从这一代攻过来 白棋挡下 黑棋冲 白棋挡 黑棋刺 白棋压的时候 黑棋可以再次顶住 下一手 白棋跳反击 黑棋就粘住 白棋粘 黑棋 虎下来 这样白棋这块棋需要做活 局部苦战 而这一代黑棋的潜力增加 所以由于再三 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以大龙为重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直接挡下 但这样一来 中央轮到黑棋先动手 马小春实战当中最担心的 是黑棋肩在此处 一来描着这个地方的冲断 二来要破坏上方的孔 但小林光一的下反 更为的简明 此时他就贴了一下 然后直接在中央 充斥这颗子 此时白棋已经不能再挡 否则黑棋即使简单的 肩在此处 白棋不断 黑棋尝进去 这个也是黑棋便宜 而且黑棋在这一代 还有强行断上去的严厉手段 白棋打黑棋尝 白棋跳步 黑棋冲一下之后 再次打吃 白棋粘住 接下来黑棋贴过来 这一代黑棋越来越厚 对于右下角的大龙 是潜在的威胁 白棋如果继续在这一代抵抗 黑棋跳架 接下来白棋去处理这条大龙 那么黑棋在上方就出棋了 这一冲 由于白棋只有三棋 接下来白棋只好紧住气 黑棋就跑 再拐继续跑 搬住必然的一手 那么接下来黑棋断打 这个打吃坚不归 白棋不得不防 所以以下滚包是必然手段 但是形成这个结果 上方黑棋一长 气已经足够 而白棋如果搬住 黑棋只需要简单的一顶 由于这两颗黑子并未死尽 这一代 白棋无法站住收气 黑棋一逃 白棋崩溃 但你走别的 只要黑棋超过三口气 马上就可以回来 杀白棋 那么你去收气 这个打吃的坚不归 白棋也受不了 这样上方出棋 白棋也崩溃掉 所以无奈在这个地方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只好选择单退 黑棋接下来先在下方刺 试探白棋应手 白棋压 黑棋退 白棋粘住的时候 黑棋再回来冲斥这壳子 这一代 小林光一已经把自己变得极厚 现在形势 黑棋一举领先 下一手 白棋冲先手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跳 开始处理大龙 同时刺激 破坏黑棋这一代的潜力 接下来 黑棋小飞 白棋在肩 继续破空的时候 黑棋选择了跳 补住这个断点 同时继续破坏白棋眼位 但是这手棋 却是小林光一局后 非常懊悔的一手棋 这个时候 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次序 在跳之前 黑棋应该先在左上角 先手拐一下 这手棋价值极大 白棋只好跟着硬 然后黑棋再走 这样一来 和此后实战的变化 出入极大 这样白棋恐怕再没有机会了 然而实战当中 黑棋看似流畅的在这一跳 机敏的马小春 先在中央靠一手 补住这个地方的冲断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回到了左上角逆收 这手棋的价值极大 走完这手之后 局面再次变得细微 但黑棋仍然稍优 下一手 黑棋二路跳 这也是抢手 切断白棋大龙的退路 试探白棋的手段 小英光一在这个地方 也开始展现自己的算路 当然 马小春九段实战当中 是选择了跟着硬 局后 他也自我批评到 这手棋是严重的问题手 此时 要想扭转局面 白棋应该在上方一带飞 但是这也只是马后炮而已 因为他是看到了后来小英光一 在这一代实战的手段 才想到了这手棋 这样 胜负将取决于 黑棋对白棋这条大龙的进攻 想要吃住这条大龙 对黑棋来讲难度也极大 因为本身 白棋极有弹性 而且空间很大 实战当中 白棋求稳 在此间 担心大龙出问题 小林光一尝 白棋跟着又补了一手 大龙是没问题了 但接下来 当小林光一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马小春才如梦初醒 这一代已经出问题了 白棋只好不断 黑棋又一跳 白棋已经不敢再硬了 因为现在如果白棋挡住 有了这两手交换之后 中央出问题了 黑棋又再次靠的 手筋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搬在这 黑棋又连环好手 继续一飞 白棋冲 黑棋一尝 下方的联络 和右边的连回 已经形成剑合 这个结果 白棋大亏 而如果白棋现在搬在里边 结局大同小异 黑棋依然可以飞过去 你再冲 我尝 你粘住 我也粘 接下来你再走 这个我一刷 这一代 黑棋联络完整 一旦上方聚空被破 实地均衡被彻底打破 这盘棋 白棋 还有一块姑棋 而黑棋棋又厚 空又多 再没有机会 所以实战当中 马小春也只有继续忍耐 这个时候他选择了挖 补助中央的缺陷 黑棋打吃 白棋再打 接下来黑棋挡了下去 这手棋同样不够细腻 与此前的这部跳一样 小林光一在此时 已经有了浓厚的优势意识 黑棋在挡之前 应该先把上方的这个班 走掉 这是决心 白棋挡住 黑棋沾 白棋在不断的时候 黑棋再挡下去 实战当中 黑棋直接切下了这颗死 收获当然巨大 但是马小春九段 接下来也实战手筋 在上方搬 黑棋提掉 这个局部的手段 很值得我们业余其有借鉴 接下来白棋一搬 黑棋挡的时候 白棋打吃 这样和黑棋先搬在这相比 白棋便宜了 两木棋 黑棋提吃 白棋厚实的提掉 这一代 白棋这颗死 依然有活力 下一手 黑棋冲 白棋打 小林光一 再次施展自己的 定型绝技 接下来黑棋在此搬 明知这个地方有断 但是当白棋断上去的时候 黑棋就简明了 打吃之后 弃子 白棋吃住 黑棋在中央一捕 通过下方的气死 黑棋先手把这块棋连回 加强自身 对白棋大龙的威胁 再度加强 接下来白棋只好继续补齐 黑棋搬住 白棋顶 黑棋后时的补住 白棋再搬 底下有一只后手印 而黑棋 下一手 稳健的补活脚 白棋坚收官 黑棋就挡住 白棋搬是当初提吃留下的手段 黑棋补住断点 白棋挡下 黑棋断吃 双方开始了官子的争夺 下一手 白棋打吃 黑棋长出 接下来白棋在中央补了一手 但局后小林光一认为 这个时候白棋 更为激烈一点的手段 应该是 尖在这个地方 这样 比实战要好一些 因为尖完之后 虽然这一弹 黑棋冲 打吃是先手 几十先手 有扑进去做截的手段 但是白棋提截 黑棋 也找不到好的截材 这样大龙虽然有危险 但是白棋在这一代 破掉了黑棋一些空 还能找到一些机会 实战当中 白棋并在此处 黑棋 接下来打吃先手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 虎先手 小林光一一路先手定型 抢到了 左上角立的大棺子 这手棋的价值超过十目 因为白棋的班 本来是有先手未党 这一列下之后 这一代的四目棋 黑棋已经拿到 加之有逆收 而且以后冲 还是先手 这个局部 走完这手棋 小林光一 回到日本 在围棋俱乐部杂志 讲解本局之时 说道 黑棋已经输不出去了 接下来双方继续输官 但是盘面十目的优势 已经不可动摇 而且接下来的官子 并不复杂 对于后半盘功力 极深的小林光一而言 已经很难再有出错的机会 马小春继续执着的收着官子 但是棋盘越来越小 可以争夺的地方越来越少 此时他已经有了头子的想法 这一百七十七手 看到盘面 十目优势 无法撼动 马小春投资 据后 马小春在围棋天地 自评本局时 最后说道 从全局镇进城来看 双方没有明显的失招 基本上都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马小春这盘棋 输的也是心服口服 而此时的马小春 恐怕还没有意识到 小林光一这种 行其后实 经于刑事判断 和官子收束的棋风 正好是他轻盈棋风的 一个克星 小林光一将是他职业生涯当中 潜伴成最大的一座大山 后来的李长浩也是如此 赢下本局之后 小林光一连斩六将 此时行事 中方只剩主将聂卫平九段一任 而日方还有小林光一 加藤正夫和腾泽秀行 三位超一流的高手 国内棋谈 一片悲观情绪 而日方似乎已经认为 冠军是自己囊中之物 但是没有想到 好戏才刚刚开始 绝境之下的聂卫平 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下一盘棋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 他怒斩小林的名举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